韩国大财阀的快乐你永远也想象不到 美酒佳肴灰金如土美女做伴 没想到这梦幻一般的生活却即将被彻底粉碎 这天监狱中一个小伙想自杀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只见他端起餐盘走向监狱老大丧彪 所有人惊呆了 丧彪似乎在畏惧什么 只能强压怒火 没想到 丧彪忍无可忍 准备杀掉他 而小伙却也希望丧彪快点动手 于是又补了一拳 结果用力过猛 丧彪当场昏迷 小伙为何又如此疯狂举动 这一切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此人名叫二硕 是韩国的一名三流律师 常年胜率保持在10% 可以这么说 经他之手的官司基本就没赢过 也正因为二硕挣不到钱 老话说得好 贫贱夫妻百事哀 当房贷 车贷 各种贷 齐刷刷压到头顶上时 夫妻两人之间难免发生摩擦 但好在妻子小美对二硕充满信心 坚信他终有一天会 也许是他的努力被幸运女神注意到 二硕接到一个大单 这天深夜 二硕来到约定地点与委托人见面 发现对方竟然是市长 而市长手中案件 涉及到当地的三位财阀 一天前 三位财阀狂欢完回家 路上突发意外车祸 差点车回人亡 本来只是一场小车祸 很简单便能处理 可没想到 赶来的警察 却从三人后备箱中 发现一具尸体 死者为当地九州医院的内科教授 这下事情就变位了 市长希望二硕担任三人代理律师 帮他们打赢官司 当然 所有路财阀们都给二硕铺好 只需要他去执行即可 二硕不禁想问 市长周遭那么多好律师 为什么偏偏找上自己 市长对此给出答案 简单来说 二硕就是一个傀儡 他觉得事情不简单 怕引脏水上升 想要拒绝市长的请求 市长却画风一转表示 车辆行车记录也在案发后消失 只有找到他 才能解开凶案的真相 二硕也能因此一鸣惊人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其实从这里就能看出 市长跟财阀的表面一伙 实则并不是 随后 市长拿出一袋子钱 放到二硕面前 厚着见状思考再三 最终为了心中的正义 选择答应下来 第二天 二硕来到财阀被关押的监狱 发现这里除了没有自由 其他设施应有尽有 财阀们完全不想蹲监 而是在度假 二硕与三人见面以后 拿到案件资料 本案诉讼策略 检方弱点 以及对方律师在法庭上要说的话 二硕顺手接过 然后言语奉承几句 二硕虽然律师做得不行 但为人处事 查阴观色这一块 是绝对的高手 简单几句话 并哄得三位财阀喜笑颜开 可就在这时 财阀郑财凤 接到市长电话 对方声称 案件出现目击证人 郑财凤 顿时心头一尽 赶忙先送二硕离开 而二硕走时 将手中装有窃听器的咖啡杯 扔进垃圾桶 出门后 拿出耳机 听到屋里的对话 得知郑财凤将行车记录仪存放在九州外科教授韩仔号老婆手中保管 只要行车记录仪还在 就没人能绊到他们 二硕听完嘴角上扬 其实所谓的证人 就是他故意安排的 有了这个线索 二硕和市长急匆匆找到韩仔号老婆张慧珍 以代理律师的名义 灵魂带骗的从其手中将行车记录仪弄来 而张慧珍在一较悠盘时 小心叮嘱二硕要小心 此时跟报社市长孔之勋有关 孔之勋这个人不简单 表面是报社主任 实则是当地手眼通天的大财阀 就连监狱里的那三位都是他的左膀右臂 拿到U盘 二硕没有第一时间交给市长 而是自己打开查看 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被害人的确是三位财阀所害 他们一直威胁那颗教授 交出论文 对方不肯 以气之下失手 将其杀害 教授死后 财阀们打电话给背后大哥 对方答应将处理尸体 虽然视频中没有听到孔之勋的名字 但二硕认定大哥就是他 与此同时 二硕因为暂时无力偿还债务 法院找上门 要查封他的家 小美气得直跺脚 最后小美好说歹说 才让对方宽限几天 他打电话将二硕臭骂一顿才解气 生活的重压 使得二硕心生歹念 他想要借视频 勒索一笔钱 就这样 二硕慢慢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拿着视频来到孔之勋别墅 张口索要几十亿罕币 没曾想 对方根本不买账 甚至蛮不在乎的将其赶走 二硕见状 气得脑挂子嗡嗡的 当即决定将视频交给赵东河检察长 并将案件实情如数搞之 当天晚上 二硕带着妻子以及岳父高激光 去高档餐厅吃饭 静等好消息 饭刚吃到一半 二硕接到赵东河电话 约他见面详谈 他放下刀刹 往检察长家里赶 出酒店大门时 工作人员递给他一杯咖啡 二硕顺手接下 结果喝完以后 整个人头晕脑胀 最终发生车祸 等他醒来 已经出现在医院 小美在一旁照顾 二硕关心自己手机 却被告知车辆受损严重 里面所有物件 都被送去轻炸机摧毁 二硕按道不妙 毕竟装有视频的U盘还在车里 殊不知 那个U盘已经被一位神秘人拿走 就在这时 一群警察来到医院 以二硕涉嫌 吸食面粉为由将其逮捕 即便小美跟岳父距离力争 都无起于事 就这样 二硕被抓进监狱 他深知这一切都是孔之勋搞的鬼 于是 二硕想尽一切办法联系上市长 希望对方帮忙洗刷自己的冤屈 结果市长一听 二硕私底下找过孔之勋 搞砸一切以后 助他自求多福后 离开 而无计可视的二硕被关进了监狱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二硕刚进入监狱 就被正采凤 几人抓住 一顿暴力输出 发泄心中怒火 甚至要在狱中弄死他 就在二硕命选一线之际 顶狱长急匆匆赶来救下二硕 原来 在二硕被抓期间 外面情况风云突变 警察在调查二硕事务所时 意外在墙壁中翻出无数金条 现金以及手枪 通过查询金条来源 发现这批货 是一直隐藏在黑暗中的诈骗天才 大老鼠手臂 而孔之勋就曾被他骗走几千亿韩币 难道二硕是大老鼠 带着这个疑问 咱们接着往下看 孔之勋为了找回被骗赃款 连续地狱长 告知其真相 二硕被救以后 整个人变得郁郁寡欢 被人诬陷引君子就算了 现在还被人栽赃陷害 成了人人喊打的大老鼠 监狱外 小美没有放弃救二硕 但一没钱 二没事的他根本无济于事 只能对着媒体的镜头 给监狱中的二硕加油打气 没想到 看到新闻的那一刻 二硕哭得更加伤心 江头深埋背中 原来二硕在一无所有的时候 遇到小美 后者没有嫌弃他 反而赚钱供他读法律 直到现在二硕还需要小美支撑这个家 他感到无地自容 二硕深知 此案涉及层面太广 怕牵扯到小美 他决定以死谢罪 然而二硕想死可没有那么容易 他先是吃饭时 挑衅监狱大哥丧彪 丧彪不为所动 二硕挥舞器参盘 朝着对方脑袋一下又一下 直到头破血流 丧彪才被惹怒 刚要起身 却被二硕一击势大力尘的重拳打晕 二硕这一战弄巧成拙 变成监狱新的霸主 他所在牢房的诈骗犯 杰利秒变小谜弟 而房主大壮相对比较冷静 劝二硕要镇静 二硕不听 得知监狱有个变态杀人魔小白 于是故意前去进行挑衅 小白被激怒掏出匕首 二硕继续发力提起他的母亲 结果这却是小白的软肋 直接扔掉匕首痛哭起来 二硕当场看傻了眼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 几乎所有人都不希望二硕死 孔之勋要找回丢失的钱 市长想借二硕的手 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郑裁凤等人作为小喽啰 更不敢造次 而典狱长又是孔之勋的人 暗中下令不得伤害二硕 似乎所有人都认定 二硕就是大老鼠 于是我们开始对他敬而远之 只不过二硕还是一心求死 得知典狱长对待逃分的态度 是杀无赦以后 当天晚上 二硕逃出牢房 来到院子中间一心求死 结果还是没能死成 二硕接二连三这么闹 不由得让人怀疑 他究竟是不是大老鼠 二硕被关进禁闭室 在这段时间里 无法自杀的二硕开始思考 是谁在栽赃陷害自己 从现在情况来看 肯定不是明面上的这些人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二硕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另一边 小美为了帮老公洗刷冤屈 来到被害者工作的九州医院工作 调查所谓的论文 结果刚到第一天 便遭到同事们的排挤 中午吃饭时 护士长故意带人离开 只留下小美一人工作 后者则选择忍辱负重 只为查出案件真相 还给二硕清白 而此时典狱长也整起幺蛾子 他将二硕从紧闭室放出 带到监狱的篮球场 进行所谓的分组 原来典狱长为了多捞钱 按照犯人家属贿赂情况 给予犯人相应的待遇 总共分为三个等级 最高级可以在监狱为所欲为 享受各种特殊待遇 中间级相对轻松一些 而最低级则是没有尊严的劳动者 有人提出抗议 换来的便是狱警们的拳打脚踢 二硕利用法律知识 为此人打抱不平 却也无济于事 典狱长在这里就是绝对的皇帝 对所有事情具有主导权 最终没有贿赂典狱长的二硕 被分到最低等级 从事艰苦劳作 前往干水池请理卫生 二硕内心怨言 在不断积攒 而郑彩凤这边 也不打算放过二硕 花钱买通监狱大哥 拖达找小弟教训一下二硕 望风期间 小弟独眼掏出匕首 静止走向二硕 领誉长通过监控 注意到这一幕 立马拉响警报 他之前受到孔之勋委托 要保证二硕安全 独眼见事情败露 可还是冲了上去 好在二硕察觉到不对劲 躲过致命一击 独眼继续攻击 关键时刻 预警及时赶到 一棍子抡到独眼 救下二硕 郑彩凤几人 在一旁看得懊恼不已 二硕看到这一幕 知道是他们搞的鬼 却间接搞明白一件事 把他变成大老鼠的人 不是郑彩凤几人 随后 领誉长找到二硕 希望他能拿钱 换取一些特权 毕竟领誉长 可不完全相信二硕 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老鼠 二硕当场拒绝 领誉长却拿小美等人要挟 逼他就翻 二硕听完 眼睛瞬间变得狠辣起来 他警告领誉长 家人是自己的底线 因为长辈二硕 气势下倒 没再继续说话 二硕现在能活着 就是因为大老鼠的身份 一旦被人识破 他不是 不光自己性命不保 家里人也会受到牵连 这一刻 二硕想明白了 为了家人 他得活下去 并起大老鼠的身份 于是为了监狱站稳脚跟 让自己看起来更像大老鼠 他公然带领狱友犯抗 郁警得到消息 手持电机枪围上来 二硕见状 抬起分水筒 朝狱警身上泼了上去 一时间 臭气熏天 周围其他犯人开始起哄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点狱长闻声赶来 见此情况不由的 开始相信二硕 就是大老鼠 避免萤火上升 他果断服燃妥协 急于二硕所在班组 相应待遇 身后的郑采风 不解点狱长做法 后者说到二硕 可能就是大老鼠 可郑采风几人 却并不相信 还在暗中 想办法整治二硕 这天 小美来监狱看望二硕 两人一见面喜极而泣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小美的不离不弃 使得二硕下令决定 要查明一切真相 为了树立微信 二硕放出豪言 要帮50名育友实现愿望 结果大家都认为 他在骗人 最后只有三人报名 第一个来的是大壮 对方前来 拜托二硕 寻找自己离家多年的女儿 接着是小白 希望二硕帮忙救救 他的母亲 原来小白母亲 患有白血病 虽然做过骨髓遗址 但后来病发 需要再次重新移植 怪不得那天 二硕提起小白母亲时 对方会使那种反应 与此同时 郑采凤的人找到点狱长 拿钱收买对方 让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给他十分钟时间除掉二硕 点狱长忌惮孔之勋的威望 表现得十分为难 然而 当郑采凤拿出三亿寒币时 点狱长内心有所动摇 最后答应下来 不过他却留了一手 安排医务队实施待命 同时告诫手下预警 只能让郑采凤手下捅一刀 绝对不能有第二刀 很快 这场世纪大战 便拉开了帷幕 独眼持刀冲向二硕 却被杰力利用小推车撞开 这时 小白突然临阵倒戈 走向毫无防备的二硕 原来他也是郑采凤的人 危机关头 大壮冲出来 替二硕挡下致命一刀 点狱长见事态逐渐恶化 派人出面控制住局面 并将大壮送到医务室紧急治疗 而二硕等人则被全部关进禁闭室 点狱长来看望大壮 后者在他耳边嘀咕了两句 二硕他们就被放出禁闭室 只留下郑采凤几个心腹 结果第二天就出事了 独眼在禁闭室自杀了 从现场情况来看 是有人行凶 众人第一反应 这是二硕的报复 紧接着 又有两人在用餐食 口吐白沫 中毒身亡 这两件事在狱中引起轩然大波 助长了二硕在狱中的威望 事后点狱长调取监控 找寻她杀的证据 却是一无所获 真让她对二硕变的有些忌惮 另一边 小美在九州医院的生活过得并不舒心 除了要面对同事的刁难 还得应付患者 同时暗中调查论文一事 可令人奇怪的是 所有人对论文都避而不谈 而院长在得知小美情况以后 找她单独谈话 希望能主动辞职 却遭到对方强烈拒绝 为了得到论文的线索 小美决定以身犯险 她在医院组织的会议上 公然起身表示自己手上有那份 让人闻风丧胆的论文 一时间引起一片哗然 果然在小美这次出头以后 就开始有人对她进行跟踪 这件事还引起了市长的注意 对方暗中约见小美 想看看那份论文 两人见面以后 小美如实告知 希望市长能帮忙洗刷二硕冤屈 奈何后者根本没有参与其中的意思 监狱中孔之勋登场 他对二硕已经失去耐心 毕竟他也不敢百分百确定此人就是大老鼠 孔之勋让二硕说出 五个与他交易的毒贩名字 说出来便能证明他是大老鼠 如若不然就送其归心 二硕听闻内心慌得一批 但表面还是强装淡定 也不会出卖合作伙伴为由 拒绝供出他们的名字 孔之勋听闻笑道 给你一个星期考虑 时间一过见不到名单 二硕只有死路一条 到这个时候 二硕突然想明白一件事 把他变成大老鼠的人不是孔之勋 而是真正的大老鼠 他动了孔之勋的投资 知道自己无力承担后果 因此栽赃陷害给二硕 想到这里 二硕打晕预警 掏出对方手机 拨通市长电话 将情况告知 请求对方帮忙 搞定那五个毒贩名字 如果自己死了 大老鼠从此便能明哲保身 二硕读定 市长也想知道大老鼠身份 才拨通这个电话求助 至于原因嘛 马上揭晓 市长之所以能坐上现在的位置 全仰仗着自己的老婆 而他是九州医院的院长 还是当地大财阀的女儿 同时也是孔之勋的姐姐 关系是不是有些复杂 简单来说 孔之勋是市长的小舅子 而市长是靠着院长上位 孔之勋虽然瞧不上他 但在暗地里 利用市长身份大肆敛财 市长对他心有不满 却不能明说 只能暗中搞点小动作 他从一开始便知道 大老鼠骗了孔之勋 一千亿韩币投资金 孔之勋因为此事 被老爷子责怪 地位变得岌岌可危 难道市长是想用大老鼠 彻底拉垮孔之勋 不要急 咱们接着往下看 镜头回到小美这里 这天晚上他跟父亲 以及二硕的律师朋友 善语合理 将跟踪自己的人抓了起来 接下对方面罩发现 他竟然是市长秘书 小美直接拨通市长电话 要与他当面对峙 而市长来到二硕律师事务所后 表示自己派人跟踪小美 是在保护他的安全 说把从上衣口袋 掏出一份毒贩名单 让其转交给二硕 至于里面的具体情况 由二硕跟小美息说 此日小美来到监狱 二硕看到名单 立马打电话给市长 确定名单的真实性 市长表示 这是从检察官心腹手中找来的 二硕表达感谢以后挂断电话 对于名单的事情 二硕并没有将具体情况告诉小美 怕他担心 然而二硕并不知道 他手中的这份名单其实是假的 市长所谓的检察官心腹 其实是孔志勋的人 如果二硕说出这五人的名字 坐实 市长吃里扒外 到时候孔志勋将直接来个一箭双雕 而此时 监狱里正在进行一场豪赌 赌大老鼠和财阀三人组的对决 谁会赢 犯人们利用财务卡开始踊跃下注 没错 在犯人心中 二硕就是大老鼠 而财阀三人见二硕如此嚣张 在一日劳作期间 主动上前挑衅 打伤其手下 眼看现场气氛 剑拔弩张 抵御掌突然出现控制局面 二硕被激怒 当场撂下豪言 赌他的人不会输 财阀三人笑了 他们知道名单是假的 故意拿这个名单 要与二硕单独赌一场 赌资一亿含必 二硕满口答应下来 财阀三人随即离开 坐等二硕输 很快时间来到赌局揭晓的这天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二硕居然准确无误地写出 真实毒贩的名字 不光孔志勋愣住了 就连得知情况不对赶来的市长 也看待了 这也就从另一方面 表明二硕就是大老鼠 他真是吗 咱们不要急 慢慢往下看 但最起码 孔志勋现在确信二硕就是大老鼠 开始想办法让他吐出骗走的资产 二硕先发制人 让孔志勋拿出大老鼠骗钱的证据 可就在这时 点狱长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让二硕赶去监察厅受审 原来是大老鼠与孔志勋联系的中间人被抓了 事情发展到这里 大体捋一下孔志勋与大老鼠之间的关系 大老鼠盯上孔志勋以后 借助中间人联系对方 谎称拿他的钱投资面粉生意 结果便是大老鼠拿到钱直接跑路 现在中间人的身份 预示二硕的身份即将揭晓 我这一看进度条 确信中间人不会活过五分钟 果然不出我所料 有人暗中调换中间人的胰岛素 换成了毒药 导致对方在审讯室毒发身亡 二硕算是惊险过关 回到监狱 郑采风 按照约定将堵子奉上 二硕则转手用其贿赂点狱掌 埋取监狱的特殊待遇 同时拿出一小部分 给犯人们改善祸事 二硕的高调举动 引起丧彪不满 毕竟他一直是监狱老大 二硕现在的行为明摆着要抢自己位置 对二硕不满的还有财阀三人团 而二硕对三人的报复行动 也逐渐拉开序幕 先是财阀短毛 喝酒后晕倒 等再次醒来 周围变成一片诡异的红色 而负责保护的小弟 全部晕倒在地 短毛受到惊吓 朝门口飞奔而去 一开门只见二硕一脸阴森地站在门口 手中拿着一颗还在跳动的心脏 短毛健壮赶忙看向自己胸膛 发现只剩下一个大洞 短毛当场吓到在地 然而随着镜头拉远 我们看到二硕手中并不是心脏 而是一根不条 短毛胸口也只是被剪掉一片不条而已 接着便是郑采风 在上厕所时被人浇了一头凉水 然后一根电线从天而下 好在郑采风被人发现及时 剪回一条小命 但经过这两次事件 财阀三人组对二硕充满恐惧之情 二硕给他们指明一条道路 在法庭招供 承认自己杀害那位内科教授 财阀三人组不想下班妹子都待在监狱 因此找孔之勋帮忙 对方是个小人 想从小妹身上下手 谁曾想二硕早已料到这一点 提前给孔之勋老婆送去白菊花以示警告 如果感动自己家人 那么二硕就准备来个鱼丝网破 二硕为了瓦解财阀三人组 找到负责保护他们的丧镳 通过帮他减刑贿赂的方式 将其拉入自己阵营 当天晚上韩仔号就被丧彪手下抓到仓库 二硕明着告诉对方 自己看过录像带 杀人的是短毛跟正采风 而不是韩仔号 杀人 教措杀人 以及帮凶的量刑都不同 二硕让他出卖其余两人 争取宽大处理 见韩仔号迟迟不肯答应 二硕随即使用酷刑逼他就范 答应招供 另一边 小美在医院意外发现一个秘密 一天职业班时 她无意间看到 护士长抽取病人的血液 走进了医院的医疗技术创新中心 小美一路尾随跟进去 结果对方进入仓库后 便不见了综艺 她打开手电 四处寻找均一无所获 正当她感到纳闷之际 院长突然出现 小美谎称来拿医疗器械 赶紧离开仓库 原来被害者所在的这所医院 存在不少问题 也许那位内科教授是发现什么 写成论文以后 才惨遭杀害 而二硕那边也是疑点重重 真实的毒贩姓名 与她作对的犯人都离奇自杀 这似乎在处处暗示 二硕就是大老鼠 不久 二硕在九州医院工作的妻子 在市长等人的挑唆下 也开始怀疑老公身份 这天 小美来到监狱探望二硕 见她拥有单独奢华的预防 心中更加怀疑她的身份 小美不敢相信 与自己同整共眠这么多年的老公 居然是臭名昭著的诈骗犯 大老鼠 小美希望对方今天给自己一个交代 二硕却面露难堪 原来在这处豪华单间里 布满了监控摄像头 颠狱掌正在屏幕前注视着这一切 就等二硕开口作答 值得一提的是 颠狱掌是孔之勋的人 所以二硕根本无法开口 但她也明白 今日不给小美一个交代 恐怕就要失去她 于是 二硕带着妻子来到开阔的运动场 这里虽然也有监控设备 但距离太远 两人之间的对话 颠狱掌听不清 二硕才放心地将事情告知小美 她不是大老鼠 一切都是被人栽赃陷害的 小美对毒贩名单之事颇为不解 原来 此前 孔之勋为了测试二硕身份 要对方交出 与大老鼠交易的五名大毒贩姓名 二硕找拉自己下水的市长帮忙 后者找到自己心腹检察官老崔 从他手中告到名单 殊不知 老崔是孔之勋的人 所以市长手中的名单是假的 孔之勋本想一键双雕 除掉二硕跟姐夫市长 谁曾想 二硕交出的名单却是真的 从而坐视他大老鼠的身份 对此二硕给出解释 那天他刚拿到名单 就被人从背后打晕 等再次醒来 是被跟班竭力唤醒 而他手中纸条 变成了一张卡罗牌 牌的后面 写着那五个人的名字 很明显 这是大老鼠在暗中帮忙 起初二硕并不敢相信 直到揭晓答案那天 市长急匆匆赶来 他意识到市长给的名单有误 果断写下卡罗牌背后的名字 一切真相大白 二硕让小美放心 他还是那个二硕 只不过现在为了所有人的安全 他必须继续冒充大老鼠 小美听完 悬着的心才得以放下 当然 二硕也没有被大老鼠 一直牵着鼻子走 他利用张贴出来的横幅 约大老鼠去教堂的告解室 大老鼠肯定不会出现 不过 他却在告解室的圣经书中 放入卡罗牌 利用卡牌与二硕进行沟通 即将二硕也在尽力找大老鼠身份 二硕这边剧情 暂时告一段落 让咱们把目光聚集 最开始的那起凶杀案 死者为九州医院内科教授徐在勇 他因为一篇论文 被三位裁罚残忍杀害 而论文也随着徐在勇的离世 不翼而飞 但这篇论文是整起事件的导火线 市长 孔之勋 二硕 甚至是大老鼠 都在找寻这篇论文 小美以身犯险 进入九州医院实习 可惜所有人都对论文仪式避而不谈 同时九州医院也处处透露着怪异 先是护士长半夜抽取患者血液 送去医疗技术创新中心 接着便是一批病患们 跟医院统一签署秘密合同 死后不做香宴 即可火葬等等 然后九州医院的医生 还来到当地监狱 为病人看病的同时 给他们抽血 以及送去所谓的保健品 重重现象表明 九州医院内部似乎 存在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此刻小美 重心并不在这里 而是一心寻找论文 就在她一筹莫展之际 医院的一位病患家属 突然打了电话 声称论文就藏在一条 十字架项链里 可惜还没等小美 问出项链拥有者 家属便被人从楼上推下 落在小美眼前 眼看线索又断了 小美忽然想到 电话里的十字架项链 猛然记起院长那里 正好有一条 于是她二话没说 直奔同事聚会地点 在厕所堵住院长 伸手便要去拿项链查看 院长被小美的举动 吓了一跳 但在听说病患坠楼前 说起十字项链之后 她为了自证清白 将项链交到小美手中 遗憾的是 一番查看 并未找到存放论文的优盘 小美见状只能向院长道歉 谁曾想 带两人走出厕所 一个女人从单间里卖了出来 而她的脖子上 正带着一条十字架项链 随着镜头拉近 我们发现 此人竟然是张慧珍 也就是狱中九州外科教授 韩仔浩的妻子 随着张慧珍的出现 剧情开始走向高潮 首先确定一点 张慧珍与死去的徐在勇 是情人关系 原来韩仔浩表面温和 实则是个内心邪恶 控制于极强的家暴男 在一天雨夜 张慧珍被打出家门 徐在勇正好路过 将他救出 自责两人开启一段特殊爱恋 此后 徐在勇发现医院秘密 写下一篇路纹放在U盘里 然后找那位病患家属 亲手设计了一条项链 将U盘放入其中 送给了张慧珍 而张慧珍在听完小美跟院长的对话 里面的U盘顿时大感不妙 小美没从院长那里找到想要的答案 没有就此放弃 她找到死去病患家属的个人资料 发现对方是个饰品设计师 从她作品中 看到一个熟悉的项链 想起张慧珍也有这么一条 急忙寻找对方 却发现她躲了起来 此前二硕说过 在外面遇到问题 可以找市长帮忙 相对来说 她比较值得信任 小美联系市长 将自己调查到的情况告知 后者也开始帮忙找人 与此同时 监狱中的财阀三人组 被二硕整得相当惨 想要申请保外就医 可负责这起案件的法官 是朴哲珠 不仅孔志勋与他有过气 就连孔志勋背后的大佬 江老头与他也不对付 就在事情一筹莫展之时 市长站了出来 声称自己跟朴哲珠是好同学 可以帮忙解决 市长辞觉得到江老头的刮目相看 而孔志勋的地位 则就此一落千丈 再加上他弄丢一千亿韩币投资款 使得江老头对他意见很大 处境变得岌岌可危 最终在市长帮助下 财阀三人团的保外就医 申请得到批准 二硕不想让三人出狱 便求助大老鼠 结果却是得到一张 七号战车塔罗牌 言外之意 是让二硕自己解决 于是财阀三人组出狱这天 二硕带人将其截助 言语威胁他们 如果不在庭审时招供 后果自负 郑采峰突然笑了 表示韩仔号一个还不够吗 直接留下来给你 韩仔号是个软柿子 此前 二硕利用暴力手段 逼他与自己合作 在庭审时 突露真相 现在看来此事还暴露了 更让二硕始料未及的是 之前一直站在二硕身边的 监狱大佬丧彪 如今也突然临阵倒戈 二硕顺间成了光感司令 只能眼睁睁看着郑采峰 带着短毛离开 至于韩仔号则继续留在监狱 由丧彪好生伺候 这天 丧彪将韩仔号带到教堂绑起来 他奉孔之勋命令 送其去见耶稣 毕竟只有死人才不会泄露秘密 关键时刻 二硕带人赶到 二话没说 与丧彪一伙人扭打在一起 最后顺利救下韩仔号 借此拉拢对方 可韩仔号并不知道 这其实是二硕设下的圈套 丧彪的策反也在计划之中 战斗打碎了教堂里的圣玛利亚史相 二硕托好友善于捐赠一个 并在其中安装隐蔽摄像头 二说要借助他 确定大老鼠的真实身份 监狱外 小美一边寻找张慧珍下落 一边调查九州医院 这天 医院的一位重症患者离世 医院迫切想要火化的行为 引起小美的好奇 怀疑病人的死因存在蹊跷 当天夜里 她潜入停尸间 从尸体上抽取一管血液 准备拿去进行化验 没曾想 离开时 在电梯间遭遇杀手袭击 关键时刻 市长突然出现 杀手见识不妙 迅速脚底抹油开溜 最后 跑进停车场 不见了踪影 市长对于自己出现的原因 进行解释 小美见市长没有恶意 从口袋里掏出血液 说明情况 之后 市长开车 载着小美来到熟儿监察厅 将血液送去检测 相信检测结果 会解开一部分谜团 而在监狱里 二硕也开始自己的计划 他将塔罗牌放置圣经当中 等两个小时以后 二硕返回告解室 发现卡片不见综艺 立即拿出录像 视频查看 发现在此期间 只有杰利来过教堂 难道他会是大老鼠 二硕随即找到对方质问 现场气氛 瞬间剑拔弩张 可惜杰利并不是大老鼠 他只是见二硕老是去教堂 心中充满好奇 潜去查看而已 但尽管二硕这么一折腾 他不是大老鼠的真相 也就此暴露出来 受到欺骗 此前二硕曾放出豪言壮语 要帮助兄弟们完成心愿 这下杰利感到自己 心愿无法完成 开始有意无意的疏远二硕 而二硕事后 再次翻看录像视频 发现有30分钟视频 被人为删掉了 这一发现让二硕感到细思极恐 毕竟知道摄像头的人只有四个 分别是善宇 二硕 小美 以及二硕的岳父 大老鼠的实力不免让人胆寒 随着剧情不断推进 江老头等人的身份 背景也逐渐浮出水面 江老头此前是军人出身 他来到九州市时 这里正在进行战后重建 江老头利用自己部队的关系 在这里拉拢结派 崛起后 发展化学以及医疗产业 自己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 也帮助九州市经济崛起 而孔志勋等人 其实都是江会长老部下的子女 江会长年事已高 迫切需要一个接班人 他本人非常看好市长 虽然他不是内部人 但跟院长成婚 也算半个家族人 孔志勋看出这一点 心里特别急躁 却也没有办法 毕竟眼前还有个麻烦要解决 那便是郑采峰等人的庭审 以及被骗走的一千亿罕币 这时老崔献上一记 可以想办法将二硕搞出监狱 严刑逼供 说干就干 孔志勋暗中调查 找上杰利的妹妹 利用金钱帮他解决家中难题 还帮他与受害者和解 离开监狱 以此拉拢杰利 后者犹豫再三 最终答应帮忙 临走前 杰利送给二硕一瓶特殊饮料 二硕喝完 瞬间腹痛难忍 被救护车拉走 送到监外救医 这一幕被刚出狱的杰利看到 刚好此时 小美前来看望二硕 杰利良心过意不去 把二硕情况告诉对方 小美即刻驾车追赶 发现救护车去的方向 并不是医院 来不及多想 小美赶紧截停救护车 送往自己医院 经过紧急抢救 二硕并无大碍 可惜在监狱外 简直就是孔志勋的天下 他律师小记把二硕从医院中带出 送到九州市精神病院囚禁起来 不给他吃 不给他喝 甚至不让他睡觉 消磨他的意志力 最后老崔带着土针剂前来 给二硕注射 一瞬间二硕精神崩溃 眼前出现无数大老鼠 孔志勋趁热打铁 询问金条下落 孔志勋接着质问二硕 是不是大老鼠 后者回答不是 孔志勋听完回头告诉老崔 药气不够继续加 老崔说道 再打就要出人命了 孔志勋蛮不在乎继续 此刻 二硕因为药效发作 晕了过去 孔志勋一桶水将其交情 跟着准备继续注射 这桶水帮助二硕清醒过来 眼看这种情况 他慌乱之中说出一个地方 九达山的H2标示牌下 孔志勋半信半疑 带人前去挖掘 一连挖了几个小时 都一无所获 就在他要放弃之时 地下发现一个箱子 抬起来一看 里面居然只有一块金条 孔志勋气势汹汹地 回到精神病院质问二硕 而二硕却是一惊 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瞎编的 那个地方能发现金条 就说明大老鼠知道他的遭遇 且就在附近 只要拖延时间就能获救 于是二硕开始特意故弄玄虚 要求吃饱饭 再说下一个地点 孔志勋没有办法只能答应 派人给二硕送上美食 而在精神病院的某处仓库 一个闻有老鼠图案的男人 在这里放了一把火 顷刻间 精神病院警铃大作 消防喷头开始运作 现场乱作一团 护士长赶忙打电话报警 却被对面告知 几分钟前就接到报警 花音刚落 一群消防员出现 赶往火灾仓库 而最后一人却直冲二硕所在病房 此刻二硕也挣脱束缚 与看管自己的安保扭打在一起 奈何对方身强力壮 完全不是对手 关键时刻 那名消防员赶来 打倒安保后摘下防毒面具 此人居然是杰力 安保仿佛是打不死的小强 继续起身进行战斗 二硕被死死掐住 他分了一搏 挣脱束缚 然后用力一推 只听砰的一声 安保头磕到灭火器 没了声息 最后 二硕带着杰力开车 逃跑 路上杰力表示 是大老鼠吩咐他来的 二硕还想继续追问 杰力则说道 等一切都结束再讲 说罢让二硕拿着 另一辆车的车钥匙下车 自己则驾车引开追兵 结果半路发生车祸 被紧急送往医院 生死不明 而二硕则驾驶汽车逃离现场 来到杰力为他准备的房间 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 冷静思考 接下来该怎么办 二硕逃跑老崔等人 直接给他安了一个逃犯罪名 全程进行通缉 另一边 市场的人找到张慧珍 一番劝说过后 对方答应交出论文 不过 他们需要帮助张慧珍 摆脱韩仔号的魔爪 小美答应下来 跟着她便看到 关于老公的新闻 她感觉事情不简单 带着父亲跟善宇 公然站在媒体面前 为二硕发声 而二硕通过新闻 也看到这个消息 心疼老婆的她 偷摸给其私密手机 打去电话 告诉她辛苦了 接下来 所有事交给她处理 二硕将财阀三人组的内幕情况 告知了网络八卦媒体 开始大肆宣扬 孔志勋这边突然接到张慧珍电话 对方让她带着 韩仔号签字的离婚写议书 前来交换论文 不然就由大老鼠亲自公开 孔志勋甚至论文的重要性 不顾韩仔号强烈反对 直接答应下来 不久 财阀三人团的庭审开始 而二硕的直播 揭秘也在同一时间开启 她面对镜头 精准说出韩仔号等人 以及双方律师辩护流程 网友纷纷评论 大老鼠太神了 她神吗 并不是 在第一集中 财阀们就将此案的所有资料 交给了二硕 因此她知道 所有流程一点不为过 以便舆论这么大 法官还是以证据不足为由 无罪释放三人 庭审结束 孔之勋来见张慧珍 拿到论文U盘 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张慧珍不紧不慢的套话 宣称自己看过行车记录仪 是正采风的人掐死了徐在勇 孔之勋怒火中烧 拍着桌子表示 你以为杀掉徐在勇是因为论文 并不是 那是因为 殊不知 这段对话 正被张慧珍身后的摄像头录像 进行实时直播 这下彻底完蛋了 财阀三人团 要如何脱罪 先按下不表 等孔之勋这里察觉到不对 以为是意外 大批记者向咖啡厅赶来 孔之勋想要带走张慧珍 却被赶来的市长拦下 对方让他先走 不然后果 难以收场 孔之勋只能哑巴吃黄连离开 而二硕也抛头露面 出现在法院门口 向老崔施压 对财阀三人组提起上诉 不过他自己也被重新抓回监狱 此战 二硕他们可谓是大获全胜 张慧珍第一时间被市长送到机场离开 前往美国开启新的生活 二硕回到监狱 受到犯人家道欢迎 却也得知一件怪事 最近有不少犯人开始无故吐血 这件事引起二硕的注意 这天 孔之勋来到监狱 找二硕和谈 奈何对方完全不给面子 还说 孔之勋笑着说道 自己不是三人的帮凶 二硕表示 财阀们杀人以后 给幕后之人打了一个电话 那个人不是你 还会是谁 孔之勋懒得解释 反正那个人不是自己 想知道是谁 就去查 此话说得如此坚定 不免让人有些怀疑 与此同时 论文仪式告得沸沸扬扬 将老头都坐不住了 一旦论文曝光出去 将会牵扯到他 就在这时 市长登场 递上一个U盘 声称 这是论文原版 献殷勤 财阀三人团 见状不干了 市长手中有论文 还让他们背黑锅 简直是太黑了 事情发展到这里 一个真相浮出水面 财阀三人组误杀徐勇后 电话联系的居然是市长 从这里不难看出 市长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简单 他似乎在下一盘大棋 随着剧情不断推进 市长的另一面 也显露出来 财阀那晚出车祸 其实就是市长搞的鬼 故意想把事情闹大 栽赃献害二硕的也是他 就为了能拿回 能指证他的关键性证据 行车记录仪 U盘 经过市长这么一闹 他已经彻底取得江老头信任 后者也准备把位置 继承给他 当天晚上 市长来到一处仓库 这里摆放着孔志勋 被骗走的黄金 以及徐在勇 论文真正的原始稿件 这个地方有几个点需要关注 首先市长是第一个 找到张慧珍的人 他从对方手中 拿到论文稿件后 并没有将其交给任何人 应该是制作了一份 假的糊弄大家 同时市长送张慧珍去机场 出来时 脸上露出的却是邪恶笑容 这说明一点 张慧珍可能已遭遇不测 被市长灭了口 难道市长就是大老鼠 不要急 咱们接着往下看 另一边 杰力送到医院后被抢救过来 但仍处于昏迷状态 二硕得知消息 第一时间让小美 给对方送去一张纸条 希望日后能在光明处相见 杰力醒来后看到纸条 却露出凶狠表情 狠狠的撕毁攥在手中 狱中的二硕不想继续 受到大老鼠的控制 决定与其摊牌 在教堂留下字条 要想知道关于论文的线索 晚上八点半与自己见面 如若不然 二硕将不再帮助大老鼠 二硕读定他会出现 果不其然 八点刚到一个男人走进教堂 随着镜头拉近 我们发现此人竟是点狱长 如果真是点狱长 那么监狱中那些离奇自杀案 就能做出解释 然而二硕认为点狱长 只不过是个手下 并不是真正的大老鼠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二硕拿出他与大老鼠联系的塔罗牌 果不其然 点狱长并不知道其中含义 二硕让点狱长转告大老鼠 要是还不肯见自己 别怪他做事决绝 说吧 离开教堂 刚走出大门 二硕从口袋里掏出录音笔 脸上露出邪魅的笑容 看来接下来 二硕要进行反击 逼大老鼠现身了 监狱外 小美送去检测的血液有了消息 结果显示死者血液中一切正常 小美也因为此事被院长开除 市长本想帮他求求情 小美却蛮不在乎的表示 自己做错事就要负责 从市长这里离开 他直奔检测室 拿到患者之前的血液信息 发现一个大问题 他送去检测的血液样本 被人调包 两者血型完全对不上 看来事情另有蹊跷 刚好这时小美得知 监狱医务师正在招聘护士 决定前去应聘 一来能跟老公常见面 二来看看自己 有没有能帮上忙的地方 这天 二硕在接受检方审讯前 电话联系市长 让对方一起前来 他要说出 关于大老鼠的重要情报 在此期间 监狱中发生一件怪事 许多犯人在吃过 九州医院给的保健品后 出现情绪暴躁 以及不同程度的吐血情况 其中当属变态杀人犯小白 尤为明显 他开始控制不住的 猛拍自己脑门 然后抢夺 欲有路人甲的保健品 对方不肯 便与其大打出手 好在狱警及时出现 制止局面 但小白的怪异举动 并没有因此结束 反而越来越严重 在一次望风时 对路人甲大打出手 狱警纹身赶到 将小白团团围住 对方似乎失去理智 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于是 狱警抠动 手中电击枪 小白被电到浑身抽搐 都没有倒下 直到又来一发 小白才颤颤巍巍地 倒在地上 此时 小美正在监狱 应聘护士 得知情况 立马赶过去 为小白做心肺复苏术 将其救活的同时 自己因此 被点狱长留下 而一旁的丧彪 见小白举动 说道 你不会是吸食面粉了吧 可是监狱中 怎么可能有这东西 小白失控的消息 传到九州医院 护士长和几位财阀 表现得十分担忧 考虑是否要换药 韩仔号当场驳回 每次试新药 都会出现特殊情况 没必要大惊小怪 看来 九州医院给犯人的药 确实存在很大问题 镜头回到二朔这里 他在审讯时 要求市长旁听 确定自己 不会因面粉事件 被起诉后 才将现在自己掌握的情况 告知对方 点狱长不是大老鼠 但二朔敢肯定 对方就在监狱里 所以二朔教书 自己与点狱长的录音 里面记录了点狱长 向二朔解释 杀掉犯人的全过程 以及关于大老鼠的事情 二朔将录音笔交给市长 让他想办法弄走点狱长 这边 让市长先想一想 咱们说一说小美 他将小白送到医院检查 结果显示对方身体没有异常 这明显不对劲 于是小美偷摸 抽取小白血液 送去进行检测 第二天 小美来到监狱任职 准备抽取其他犯人的血液 做检查 她在这里见到了 负责打扫卫生的大庄 对方是二朔预防的房主 对她一直照顾有加 大庄告诫小美 在这里不能相信任何人 尤其是狱警 而二朔得知妻子来到监狱 误以为是点狱长 将其搞来 借此要挟她 便来到点狱长办公室 与其爆发言语冲突 点狱长不想多说废话 希望二朔能够坦诚一些 交代出论文内容 大老鼠对此很感兴趣 二朔想知道为什么 点狱长做出解释 大老鼠最亲近之人的死 与论文有关 回答完问题 二朔作为交换 也告知点狱长论文内容 是一些犯人的血液检查 点狱长想知道血液怎么了 二朔并没有细说 这是他引出大老鼠的底牌 从点狱长办公室出来 二朔有小美见面 对方说出 自己关于抽取犯人血液的计划 二朔让他务必小心 接着要带齐看一场大戏 而这场大戏便是点狱长 被法务部带走调查的画面 二说让小美留意 周围表情愤怒的犯人 因为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大老鼠 这里导演单独给了丧彪和大壮镜头 一般情况来说 这两人其中有一个 很可能就是大老鼠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至于是不是 咱们后面再做揭晓 而点狱长是被老崔带走的 要逮捕他时 对方满脸的诧异 点狱长想打电话给孔之勋帮忙 奈何此事他也管不了 用老崔话讲 这件事是上头吩咐的 其实这个上头指的就是市长 他利用录音将点狱长逮捕 就这样 点狱长只能在一脸金额中 被老崔带走 老崔走后 新的点狱长上任 这人居然是之前点狱长的助手 简朱彻 值得一提的是 此人是市长的心腹 老崔手中的录音 正是借简朱彻之手 交给的老崔 这样市长不会暴露 二朔也不会 市长来到监狱 看望二朔 与他达成协议 市长可以帮助他任何忙 但有个前提 二朔要将大老鼠带到自己面前 与此同时 院长下班回家的路上 喝了一口咖啡 跟着眼前出现幻觉 恍惚间出了车祸 此时很快登上了新闻头条 被市长看到 他见受害者是自己妻子 急忙赶往医院 二朔看完 若有所思 当天晚上 他拦住回家的小美 告诉对方此事不简单 市长应该也不是好人 毕竟二朔一切倒霉事情的开端 就是遇到市长 以及喝完那杯咖啡 开始的 还在监狱里的市长 看到新闻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化验结果显示 院长体内有面粉成分 这下市长有些慌了 因为这一招他用过 就在二朔身上 他明白 自己与大老鼠的对决要开始了 不巧的是 院长体内查出面粉的事情 被财阀孔之勋得知 后者准备第一时间曝光此事 利用舆议压力 将市长连带着院长一起赶出 财阀家族 以此稳固自己的地位 与此同时 任御里随着老顶狱长下马 他的手下得力助手 捡猪彻 走马上任 临时担任典狱长一职 需要交代一点 他是市长的人 为了逼出大老鼠 简猪彻听从二朔建议 对所有犯人进行摸查 凡是有老鼠纹身之人 均被单独带走 最终整个一轮巡视下来 只有三人身上有这种纹身 然而这三人平日里老实巴交 没有任何怪异举动 二朔提议先密切监视 简猪彻却想言行逼供 此举遭到二朔反对 两人因此闹得很不愉快 毕竟简猪彻作为点狱长 还轮不到二朔对他指手画脚 二朔却让他摆征自己的位置 不要忘了 他能坐上现在职位 主要功劳在于自己 说吧 起身离开办公室 镜头来到二朔妻子小美这边 他之前给监狱犯病的犯人 抽取血液 送去美国交给张慧珍检测 结果显示 里面除了有面粉成犯以外 犯人还患有白血病 这种面粉属于最新型 就连在美国也不常见 而之前九州医院的重症患者 也都出现与犯人同样症状 为了查明事情真相 小美还需要更多犯人的血液样本 可能有的人要问了 监狱里怎么会出现面粉 上一期咱们说过 九州医院每个月都会来到监狱问诊 而且还会给谋犯犯人 带来一种保健品药 犯人在吃下以后 身体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也就是说所谓的保健品药 里面很可能掺杂了面粉 至于是不是 咱们接着往下看 小美想让张慧珍回韩国一趟 后者满口答应 当初要不是她故意隐瞒市长的真实面目 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张慧珍其实是财阀三人团 韩仔浩的老婆 为了摆脱家暴男 获得自由 清晰市长谎言 将记录着关键信息的论文交给了她 张慧珍良心上过意不去 决定回国帮助小美 揭开九州医院背后的黑暗 可张慧珍并不知道 她的一举一动都在韩仔浩的监视之中 挂断电话 小美找到二说 将保健品中掺杂面粉的事情告诉了她 只不过犯人身患白血病又作何解释 现在看来事情还远没有那么简单 她需要更多模范犯人的血液进行佐证 在此期间 老典狱长被送进监狱 她的到来让监狱彻底沸腾 迎接她的必定是犯人的报复 其中还不法解诸彻 为了得到大老鼠名字 她开始对老典狱长 以及之前查到的犯人进行严刑逼宫 甚至还要杀掉他们 危机关头 二说带领丧彪赶刀 言语威胁下 逼着简猪彻放了人 不过两人之间的梁子算是结下 二说私底下找到老典狱长 希望他能供处大老鼠身份 以此换取自己的保护 老典狱长并未同意 结果从进入牢房的那一刻 噩梦便正式开始 每天除了挨揍 就是在挨揍的路上 这天 简猪彻得知消息 自己居然没在典狱长备选名单里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给市长看 他谎称二说跟老典狱长联手 希望对方准许采取自己的方式 揪出大老鼠 市长思考片刻 答应下来 于是简猪彻把犯人集结到礼堂 将老典狱长等人单独拉出来 说出大老鼠组织的标记 并当中宣告二说不是真正的大老鼠 而大老鼠就在犯人之中 即日起 大家的供给减少一半 工作时长 则拉长一倍 直到查出大老鼠为止 简猪彻是想借此挑起狱中内斗 互相举报 而老典狱长等人算是彻底遭了殃 被人各种逼问大老鼠身份 而二说人设崩塌 好在丧彪护着他没有受到伤害 二说将简猪彻的行为 打电话告知市长 后者却表现出敷衍态度 让二说感到懊恼 而简猪彻做法所带来的后果 也开始逐渐显露 犯人们互相检举 看谁不顺眼就写检举信 一时间监狱里被闹得鸡犬不宁 打架都是件频发 事态逐渐恶化 尤其是老典狱长处境变得岌岌可危 二说却丝毫不慌 他在等着老典狱长撑不住 来找自己合作的那一刻 果然没过多久 在一次往封时 老典狱长找到二说 指责他背叛大老鼠跟市长合作 二说却坦然表示 并没有背叛 为了得到论文内容 他只是在假意跟市长合作 现在他有一个计划 急需见到大老鼠 晚上八点教堂见 这是最后通牒 如果这次他还不现身 自己将推翻一切事情 来个鱼死网破 给大老鼠一点考虑时间 咱们推动一下其他剧情 张慧珍刚下飞机 就为韩仔号盯上 一路尾随来到他租住的别墅 两人一见面爆发冲突 混乱中 韩仔号失手误杀了前妻 而市长明白 张慧珍是个隐患 也在一直监视对方 得知他回国 第一时间找到其位置 当他推门进屋 发现地上躺着张慧珍冰冷的尸体 韩仔号跪在地上 不知所措 市长及时反应过来 将韩仔号带走 并准备把张慧珍尸体处理掉 在此之前 市长解开后者手机 发现了他跟小美的聊天记录 意识到论文真相 用不了多久 便会被小美等人查出 市长感到事情要失控 随即下令除掉小美跟二朔 当天晚上 简珠彻接到命令 故意在狱中制造混乱 然后将一把手枪交给心腹 让他用意杀掉两人 并将其嫁祸给暴乱的犯人 而此刻 二朔对此还浑然不知 他来到教堂 坐等大老鼠现身 发现对方留下线索 指引他去贵宾室 二朔立马起身赶到 而大老鼠也在这时终于现身 论谁也想不到 这个人居然是二朔监牢房主 大壮 这个外表和蔼可亲的老人 居然会是大老鼠 二朔问出自己心中疑惑 为什么要选择他作为大老鼠 大壮开门见山 自己是在救他 从其接下财阀三人团的案件起 就已经注定他早晚要死在他们手上 但有个人非坚持要救二朔 大壮才被迫想到这个办法 将二朔打造成大老鼠 起初大壮只是想让二朔 作为自己的影子 待事情完成后 抛弃即可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局势的主导权发生变化 二朔居然占据上风 直到现在把自己给揪出来 大老鼠之所以执着论文内容 是为了查出自己女儿的死亡真相 二朔让大老鼠答应自己 查出论文真相放他走 大老鼠饶有深意地说道 你能走到最后再说 为了能够击垮论文事件的幕后黑手 大老鼠准备动用自己的一切资源 将二朔顶到上流社会 由于这些人平起平坐 才有机会彻底击溃他们 二朔要是不肯迎接他的 只有死亡 因此他只能同意 不过大老鼠需要按照自己的计划走 与此同时 简珠车迟迟找不到二朔位置 便决定先对小美下手 好在关键时刻 二朔得知消息及时赶到 在简珠车开枪前 把他成功制服 这时老点狱长跟大壮出现 前者捡起地上枪 总背叛自己的简珠车 另了盒犯 很快 枪声引起其他人注意 将医务室团团包围 为了自保 二朔打电话给孔志勋 要送他一分大礼 这个时候的孔志勋 地位岌岌可危 他被市长夫人处处压制 院长的面粉事件 也被市长动用关系压下 而孔志勋 作为这起事件的幕后推手 也被江老头知道 吃力爬外的他彻底失去信任 面对二朔抛出的橄榄枝 满口答应下来 随即带着检察官老崔 赶往监狱 只见在众目睽睽之下 二朔押着大老鼠出门 将其交到老崔手上 同时小美还把出去的犯人血液 交到孔志勋手中 很显然 二朔这是要踩着大老鼠上位的同时 接近孔志勋 就这样 原本是一片死局的游戏 被二朔活生生盘活 市长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明白 新一轮的较量正式拉开帷幕 事后二朔在孔志勋的帮助下 得到释放 离开监狱 二朔抓到大老鼠的事情 帮助他成为韩国最能干 又最正义的顶级律师 成立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好朋友善语跟岳父等人前来庆祝 二朔此前 能在狱中站稳脚跟 也多亏了善语的帮助 接下来 二朔开始自己的行动 他担任大壮的委托人 帮其进行打官司操作的同时 也在暗中找人处理 小美抽取的血液 前面不是说血液交给孔志勋了吗 怎么还有 原来 交给孔志勋的那些血液都是假的 在二朔的帮助下 大壮交付巨额保释金后得到释放 二朔也随之召开新闻发布会 声称自己接受大老鼠委托 调查出事情的所有真相 其中包括三位财阀案件 以及隐藏在论文背后的那个首脑 二朔希望国民持续关注案件调查 与此同时 江老头也看到新闻 刚好孔志勋带着犯人血液前来邀功 江老头顿时怒不可遏 要求孔志勋彻底解决此事 然后再来商讨股份问题 孔志勋当即找到二朔告诫对方 只要他不为大老鼠工作 孔志勋就会接纳二朔 成为他们的一员 前途一片光明 而这不就是二朔想要的吗 可他并没有立即答应 离开律师事务所 二朔带着大老鼠来到他年轻时工作的饭店 回忆着当年与女儿在这里的点点滴滴 心中感慨万千 大老鼠让二朔先走 自己要在这待会 没想到二朔刚出门 饭店突然发生爆炸 大老鼠就这么被炸死 葬身火海之中 而动手之人不用猜也知道 是江老头搞的鬼 现在委托人都死了 二朔没有理由继续对付他们 江老头告诉 替自己办事的市长 让他把手好好洗洗 届时帮他进军中央政坛 从江老头这里离开 市长派出手下 杀手打算除掉二朔 另一边 二朔为了查出爆炸案凶手 重回案发现场查看 结果却遭到杀手袭击 关键时刻 杰利及时带人出现 救下二朔 杰利此前是二朔的育友 同时也是大壮的左膀右臂 曾几次挽救二朔与危难之间 随着大壮死亡 二朔心中有一个疑问 也就无法解开 那便是大老鼠内部 究竟是谁非要救他 杰利对于这个问题也并不知情 但这个问题的答案 很快便要揭晓 杰利带着二朔来到一处教堂 参加大老鼠组织 给大壮秘密举办的葬礼现场 而能前来参加的人 均是组织高层 从现场之人所穿服装上不难看出 大老鼠组织势力 遍布韩国各个机关 就在这时 一段录像被人在现场放出 此消息一出 刚被保释出来的老鼠组长 第一个站出来抗议 认为视频存在造假 可下一秒拍摄视频的人出现 堵住了老鼠组长的嘴 随着他一登场 现场鸭雀无声 从这里不难看出 此人地位比肩大壮 但所有人都想不到 这个人竟然是善于 也正是他要保住二朔 此前圣玛利亚雕塑里的摄像机 泄露事件也正是他搞的鬼 一切真相大白 二朔却有些难以接受 善于告诉二朔 他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怪不得自己 要怪就怪那个拉他入水的市长 其实退一万步说 善于还是二朔的救命恩人 所以这个时候的二朔 已经无退路可言 只能硬着头皮按照大壮所言 成为真正的大老鼠 继续大壮的委托调查事情真相 这真是逼着二朔去当枪口 二朔从善于口中 得知大壮女儿的情况 原来大壮的女儿是一名自由记者 三年前 她在调查九州集团旗下的 NK化学工厂石神秘失踪 直到三年后 她的尸骨被人发现 连同记录本也一并被找到 里面记录了两个关键词 徐在勇论文 于是大老鼠组织派人 准备抓回徐在勇审问 没想到刚好那时发生凶杀 至于孔之勋的一千亿韩币 并不是组织所为 还记得之前那个 惨死审讯势力的中间人吗 钱被他给拿走了 后来组织费尽千辛万苦 找到中间人下落 后者却为了自保选择自首 组织为了封口 迫不得已在审讯室除掉他 而存放钱财的地方 被人劫足先登 带走了 看过咱们之前解说的都知道 那笔钱财 现在在市长手中 基本所有问题的答案 都已经做出解释 二硕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当初 他被关精神病院 大老鼠组织是如何知道的 善于表示 这得归功于老典狱长 他在孔之勋手机里 安装了窃听器 知道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二硕开始指挥工作 调查 江老头的所有资料 包括财产 工作 资源 以及私生活 就连江老头 换了几颗牙都不放过 很快这些资料 都送到二硕手上 其中最可疑的 当属NK化学工厂 一旁的小美怀疑 九州医院的秘密实验室 与化学工厂 脱不了干系 此前 她曾在九州医院 担任过护士 知道一些内情 更重要的是 九州市白血病的概率 比其他城市高20%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江老头一生之旅 化学研究 完全不顾环境 以及人们的身体健康 院长这边 对秘密实验室一事毫不知情 只知道医院有这么一个部门 这天 她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走进秘密实验室 结果却是一脸惊恐的出来 很明显 秘密实验室正在做 令人作呕的实验 回到办公室 她翻阅了 关于实验室的所有资料 气得咬牙切齿 当天晚上 院长请江老头吃饭 希望对方停掉化学实验 江老头却不以为然 自认为 她为推动韩国工业发展 提供了大量帮助 说完江老头便愤然离席 而这时 一旁的市长承认自己杀了 徐再勇 大壮的人 不过他这么做 完全是因为江老头 市长当初迎娶院长的唯一条件 便是无条件服从命令 院长怎么也想不到 真实情况会是这样 夜里 他回到医院找人 把秘密实验室拆毁 里面东西尽数毁掉 此时一出 江老头气得不行 此时 院长却亲自登门 并不是道歉 而是申请离开九州医院 重新筹建一个新的研究所 院长这是唱的哪一出 怎么突然变黑了 不要急 咱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能在集团有话语权 院长还要孔志勋 拼命争取的报社股份 江老头感觉院长开窍了 满口答应下来 孔志勋得知消息 气得肺都要炸了 从江老头这里离开 市长一把抱住院长 感谢他的付出 嘴角露出一抹邪恶笑容 看来院长的转变 是他在背后推动 这天 市长按照惯例来到游泳馆锻炼 没曾想遇到两名杀手攻击 而杀手其实是老顶鱼长派来的 很快 这件事传到二朔跟善宇耳朵里 善宇随即给他点教训 将其绑到废车场 然后往车上浇汽油 即将点火之际 善宇接到二朔电话 把受到惊吓的老顶鱼长 送到二朔办公室 后者指责他破坏自己的计划 二朔想让所有罪亏祸首 遭受法律严惩 但老顶鱼长 想为大壮报处的想法 其实也能理解 另一边 小美通过调查化学工厂 发现对方的主要工技 是研发出新物质NF9 可奇怪的是 化学责任研究所长赵海秀 在NF9问世后不久 无辜自杀身亡 不免让人产生怀疑 他的死存在问题 于是小美把赵海秀 作为突破口展开调查 却有了惊人发现 赵家是一个备受诅咒的家族 赵海秀的儿子二十年前 因为排放污水被捕入狱 结果在狱中自杀 孩子玩水是溺亡 现在赵海秀只剩小舅子老金 一个亲戚在九州疗养院 小美来到疗养院 看到老人精神异常 嘴里不停喊着 舅舅他的孙子道合 而市长的全名叫崔道合 随即调查老人的监护人 发现正是市长 看来市长报仇的原因 逐渐要浮出水面 二说为了能够接近江会长 公然召开新闻发布会 要竞选下一届市长 引起一片渲染大波 随后二说找到孔志勋谈谈 要与对方联手 答应市政以后 帮他夺回其应有的一切 只不过孔志勋要在中间搭桥 帮助他面见江老头 孔志勋思考片刻答应下来 就这样 在孔志勋的帮助下 二说见到了整起事件的幕后之人 江老头 二说主动投敌 想要成为双面间谍 他谎称自己是被大老鼠组织 用家人胁迫 逼不得已才针对他们 同时二说还讲出大老鼠组织下一步计划 并拿出组织内部高层名单 以表自己的忠心 江老头好奇 新任大老鼠是谁 二说以此人神秘 自己还未能见到为由 搪测过去 面对二说这种举动 一旁的市长有些难以置信 江老头也对二说的忠诚度有所怀疑 只有孔志勋力推他 随后 二说说出此行的目的 是想借江老头之手 将自己推到市长一职 好把大老鼠组织连根拔起 好家伙 二说这是下了一盘大棋 江老头思考片刻 虽然表面没有同意 但却邀请二说参加自己的生日宴 而这其中所代表的含义不言而喻 从江老头住所出来 二说告诉孔志勋一件事 他之前被骗走的一千亿韩币 不在大老鼠手中 至于在谁手中 二说给出答复 孔志勋听完陷入沉思 另一边 小美来到监狱 看望之前犯病的小白 打听出对方 出去劳作时 都前往一家废水处理厂 清理卫生 小美查到 这家处理厂 跟江老头的化学厂紧挨着 想到这里 小美前去调查 结果遭到突发情况 污水厂发生爆炸 管道破裂 小美为了救人被废水淋湿 而这次调查 也只能被迫终止 与此同时 二说发现自己被人跟踪 顿时心生一计 约老典鱼长见面 不知道二说跟他说了什么 反正老典鱼长 愁眉苦脸的离开了 这一幕刚好被跟踪之人拍下照片 发给了自己的大哥 此人不是别人正视市长 市长看完照片 认为两人之间有矛盾 可以以此做文章 于是市长打电话 联系老典鱼长 约他在餐厅见面 然后开门见山 拿出二说给予姜老头的组织内部名单 看完名单 老典鱼长怒不可遏 市长乘胜追击 拉拢老典鱼长 帮自己除掉二说 与此同时 小美带着父亲再次来到两老院找老金 一番询问之下 得到一个惊人线索 当年溺水身亡的孩子 是老金的孙子 并不是赵海秀的孙子 这也就是说 现在的市长 其实是赵海秀的后代 他所做的一切 是在为爷爷报仇 原来 当年赵海秀发现 NF9存在很严重的副作用 向江老头提出停止研发 对方非但不听 甚至还杀死赵海秀灭口 怕其家人也知道内情 索性一窝端 这个江老头还真是够心狠手辣的 得到这些线索之后 二说感到时机成熟 准备毁掉市长 为了保护老金安全 他特意安排老典鱼长去转移 吉利却感觉对方最近不对劲 特意在后面跟随 结果刚到两养院停车场 就被老典鱼长手下打晕 放进了后备箱 二说对此还浑然不知 准备带着小美参加圣日宴 突然他接到老典鱼长电话 急匆匆赶往郊外仓库 结果便是被对方绑了起来 市长通过老典鱼长的手机镜头 观看现场直播 亲眼看着二说被枪杀 此刻 杰利也从后备箱爬出 看到了这一幕 他第一时间联系善宇和小美 小美看着虚伪的市长 一时间没控制住情绪 扑了上去 市长却装作一脸无辜的上车 但随着车辆发动 他开怀大笑起来 市长来到郊外仓库查看 发现尸体不见 地上只有一滩血迹 据老典鱼长所言 二说连同老金一起被火化 二说一死 市长的下一个目标 便放在江老头身上 他毫不避讳地说出自己的计划 可殊不知 眼前的一切都是二说部的局 此时 二说就在江老头身边 放着仓库两人的实时对话 市长彻底崩盘 二说取得绝对信任 解决完这边事情 二说立马赶往医院 看望小美 跟他解释一切 本以为聚集要迎来大结局 结果又来一个反转 江老头身边的助手 居然是市长的人 所以市长也知晓了一切 启动紧急方案 毒死了江老头 并将遗嘱修改 局势再次发生变化 二说又该如何应对呢 很快江老头死讯传来 警察检查死因 为心脏麻痹 葬礼如期举行 二说带人前来吊咽 与市长拥抱时 小声说道 这一步走得真精彩 但用不了多久 你的丑恶嘴脸便会被识破 小美这里遇到了问题 在刷牙时 先是牙齦出血 跟着就是鼻子 难道小美身体出问题了 要知道她之前 可是被工厂里的废水淋湿 结果如何 咱们先姑且不谈 回到主线当中 江老头的死 让二说猝不及防 咽下唯一的筹码 只有当选市长 于是她联系孔之勋 希望能够获得支持 其料没了江老头 孔之勋根本不理她 一心钻研遗嘱的事情 她通过检察官 找到江老头最信任的律师小张 从其手中拿到遗嘱 发现自己还是集团最大股东 悬着的心算是落了地 不久集团进行遗嘱公开 各大高层悉数到场 结果等来的律师并不是小张 而是另一位律师 对方声称江老头临死前 委托她做了遗嘱修改 随着遗嘱爆出 孔之勋当即傻了眼 集团大部分项目 都在市长以及院长身上 孔之勋简直成了一个光感司令 气得她火冒三丈 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去找二说帮忙 后者不计前嫌 谋杀而不是心脏麻痹 一切都是市长暗中搞的鬼 二说让孔之勋 助他坐上市长之位 到时定能拉崔道合下马 崔道合也意识到这一点 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 他决定放弃参选议员 继续竞选下一任市长 二说的竞选之路 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 好在孔之勋还站在他这边 当然也只有孔之勋 随着市长占据大份额股份后 集团高层全部临阵倒戈 到了市长这边 孔之勋现在真成了光感司令 孤注一掷 将市长在位期间 为集团提供便利特权的资料 交给了二说 助他在接下来的市长辩论赛中 拔得头筹 作为回报 二说告诉孔之勋 要想夺回财产 还有一条妙计 那便是将江老头的亲生儿子 从美国叫回来提起诉讼 就算无法讨回权额 但至少也能收回一笔可观的遗产 也算剥削了院长跟市长的权利 江老头是老年得子 然而这个小子天生暴力 是个连环杀人犯 所以江老头将其送到美国 这辈子都不让他回国 比较戏剧性的是 当年替江老头儿子背过的人 不是别人正式监狱中的小白 孔之勋听完连连道谢离开 寻找江老头儿子 打算将他弄回国 望着手中的U盘 二说感觉胜券在握 准备借助他 在直播的辩论赛上 将市长击垮 可惜二说还是小瞧了市长 市长那边也在暗中翻找二说黑料 他之前打的一场诈骗 败诉官司 引起市长注意 准备在这上面做文章 就在几天前 此案的犯罪嫌疑人陆网 市长找到他 希望对方做伪证 谎称二说当年败诉 是因为收了他的贿赂 嫌疑人现在的情况 也无法反抗 只能答应 就这样 这起事件被市长私底下 发给报社 后者立马大肆宣扬 二说的支持率 瞬间从原先的第二名 降到了第三名 而辩论赛 将是他唯一获胜的机会 在准备发言稿期间 小美病情出现恶化 她去医院检查 结果显示得了白血病 小美回忆起小白所说的 那所废水处理厂 料定那里存在问题 当即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此时的小美 简直是秒遍大嫂 带领杰力等组织成员 直奔废水处理厂 撞破铁门直逼内部 面对阻拦 见人就打 经过一番激烈混战 小美一方胜利 抓来工厂负责人 一番言行逼供后 对方交代了一切 原来这所工厂 真的是在帮江老头化学工厂 往外排辐射废水 而NF9这种新型物质 虽然帮助韩国 在电子方面制的飞跃 但它在制造过程中 会产生不少有毒废水 便通过旁边的废水处理厂 偷摸排出去 这也是当地癌症患病率 高的原因之一 江老头生前 简直就是在吃人血馒头 小美将厂长的话记录下来 并拿到相应证据后 准备往回赶 前往直播大厅 帮老公弥笔之力 但就在这时 市长手下得知工厂沦陷 急匆匆带人赶来 大战一触即发 不过小美在手下的掩护下 还是成功撤离工厂 市长助手打电话通知警察局 让他们设卡 务必在路上将小美拦下 前面咱们讲过 大老鼠组织的势力 渗透各个部门 一个电话就交警出现 进行专门护送 成功抵达电视台门口 却再次遇到难题 台长以关注名额 以满为由拒绝小美进场 媒体部长突然出现 声称增加一个名额 此事一切后果由自己承担 台长当即傻了眼 只能同意 而台长其实是市长的人 看来局势开始发生反转 与此同时 二硕与市长的辩论赛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市长收买台长的同时 也一并将主持人收入囊下 所以每当有关市长黑幕的提问 主持人总会以各种理由打断 反观市长的一些操作 打到二硕猝不及防 将诈骗案搬到台面上来 同时邀请此案的嫌疑人前来作证 现场一片哗然 网友们也是炸开了锅 又在这紧急关头 小美及时出现 拿出证明 坐实九州集团化学工厂排辐射污水 导致当地民众化癌升高一时 市长作为集团最大控股人 应当承担责任 主持人解为 以小美是二硕夫人为由 阻止她继续发言 没想到 下一秒小美当场说出自己患病一事 现在 她不是以二硕妻子名字说话 而是作为NK化学辐射泄露的受害者 进行提问 现场瞬间陷入寂静 二硕难以置信当场站了起来 随后 小美将录制的厂长视频 播放在大屏幕上 供全使人民观看 市长却临危不乱 对着镜头公然表示 将会公平公正公开的彻查此案 还给民众一个交代 反正就算查出问题 市长也会将锅 推到过失的江老头身上 自己明哲保身 毕竟她刚接手集团 咬死对之前业务的不了解 很快直播结束 市长喘着粗气 离开电视台 二硕则找到小美 将其紧紧的拥入怀中 随后 关于NK化学厂存在的问题 老崔作为检察官展开调查 将市长以及院长 叫到检察院进行问话 二硕站在审讯室外旁听 见市长丝毫不慌 二硕明白 这场调查击不垮他 只能从院长身上找突破口 他故意跟其制造偶遇 把江老头是死于谋杀的情况告知 孔之勋将会开关验尸 坐实这一结论 此时的院长 却依旧选择相信老公 辩论赛结束 民众投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虽然小美的话 帮助二硕挽回一些支持率 但却未能改变结果 最终市长以7000多票的 微弱优势取得胜利 继续连任 九州市市长 市长这边欢呼去 二硕那边却是死气沉沉 这时小美赶来为大家加油打气 毕竟他们还有机会搬到市长 那就是几天后 市长关于NK化学工厂的庭审 与此同时 院长这边终于对市长产生怀疑 他刚把孔之勋要验尸的消息 告诉市长手下 后者当天晚上 便将江老头尸体火化 这直接做时 市长杀害江老头的事实 院长身为江老头的外孙女 怎么也想不到市长 竟然会对自己外公下手 这也促成他的叛变 偷走市长的秘密手机 寄给小美等人 帮助他们在庭审时 拿下市长 然而市长走到今天这一步 早已不相信任何人 他通过办公室监控 发现院长拿走手机 立马做应急准备 先是控制住院长 不让他出庭作证 接着便给手机找了新主人 此人便是江老头生前助手 在没有院长出庭作证的情况下 助手成功颠倒黑白 将手机说成是自己的 最终法官宣派 二硕彻底败了 这时 派去寻找院长的手下 传来消息 对方失踪了 就跟之前从美国归来的张慧珍 一样不见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张慧珍被韩宰号杀害 由市长处理了尸体 难道院长也死了 答案是No 他被市长绑在了精神病院 这场庭审结束后 小美病倒被送到医院解救 却没能挽回生命 到这个时候 二硕终于意识到 也许法律并不是制裁 这群人的方法 霍尔摩斯曾经说过 当法律无法给当事人 带来正义时 私人的报复从这一刻开始 就是正大甚至高尚的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 二硕彻底黑化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老鼠 这天 市长照常来到游泳馆练习潜水 出水后 看到二硕出现在岸边 从两人对话中 我们得知市长 现在所在的游泳馆 刚被二硕花大价钱买了下来 至于用意马上揭晓 市长嘴上不饶人 喋喋不休 发表自己无措言论 嚣张地表示 法律无法将其绳之以法 结果下一秒 他就开始口吐鲜血 原来二硕在市长来之前 往泳池里注入了辐射水 二硕接下来的一句话 十分经典 法律的建立 是为了防止人们互相残杀 本意上是为了救人 但市长却说 自己不需要法律 那二硕就用法律之外的手段除掉它 为所有人爆出血痕 市长听完一个亮枪 跌入水中 拎了河饭 二硕走出大门 接受小弟们的膜拜 最后市长的小金库 被二硕等人找到 里面存着孔志勋 被骗走了一千亿 以及徐再用教授的论文原稿 直接做时 NF9制造将产生很严重的辐射物质 九州市癌症病患 一半以上与此有关 同时江老头 还利用九州医院的医疗设施 研制新型面粉 在犯人身上做实验 孔志勋则在精神病院成功找到院长 后者出庭作证正式论文真伪 财阀三人组 以及死去的市长 为所有事情负责 被判入狱三十年 老典狱长则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届时迎接 财阀三人组的将会是各种特殊待遇 孔志勋借市长的倒塌再次登台 重新掌管集团大权 二硕听从小美一言 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老鼠 所以开始对组织进行洗白 将得来的大部分钱 捐献给当地孤儿院养老院 以及各种救援团队 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生活下去 电视剧在这时也落下帷幕 片名《黑话律师》 2022年7月29日在韩国上映 由李忠硕 林允儿 金周县等领先猪业 已经发布好评如潮 豆瓣评分一度达到八分多 但随着不断更新 剧情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节奏 豆瓣评分也掉到现在的7.3 被网友戏称烂尾大剧 本人对剧情存在的漏洞不做过多解析 只想说这部韩剧真的很好看 不管是演员演技还是剧本方面 绝对称得上精品 尤其是关于大老鼠的剧情反转 反转再反转 看的人大呼过瘾 表示脑回路都快要跟不上了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原片 制作不易 留下个关注再走吧 好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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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